HELLO 大家好 我是蘇洛卡 開拍前又地震了 哇 最近真的是震得非常頻繁 希望災區的地方真的可以早點恢復 然後大家都還是可以健健康康的 那我們今天要來聊一下 搬家的系列 這個話題 那為什麼要來聊這個話題呢 因為四月到了嘛 那我們之前在三月的過程當中 就是在等四月的時候 公佈學校到底有沒有額滿 的確 我們打電話過去呢 非常幸運的 三間北大特區的學校都告訴我們 全部合滿 所以呢 我們跟北大是無緣的 就代表著我們現在啦 原本在那邊看的那些房子 原本是準備要租的 原本是準備要搬過去的位置 那些全部都取消掉 等於是全部重來 那到底要搬到哪裡去呢 其實我跟妙妙還是在積極的討論中 不過說實在 我們算是比較慢一點的爸媽 因為大家啦 大部分都還是會對這一塊 比較有提前那些規劃等等 那因為現在已經四月多了嘛 酷爸就是大概九月要開始上了小學 所以我們就得要更積極的去找新的 要去住的地方 包含學區啦 包含住的地方的品質啦 或者是上下學的過程路程啦 我們都希望說可以讓酷爸可以 就是比較安全一點 那當然也希望說他可以有一個 比較快樂一點的學生生活 今天要來分享的是一個比較大的重點 就是說呢 我們現在在這個家裡面啊 算是在倒數當中啦 因為之後我們要搬家嘛 當時我們進來啊 有很多家具是甚至拍過開箱 跟大家分享的 我們現在來做一點小小的review 然後順便也跟大家講一下 租屋族呢 到底在外面有哪些家具喔 真的是非常實用的 因為我自己算是東西買蠻多的人 不管是遊戲周邊啦 還是一些小朋友的東西 玩具啦 妙妙的東西等等的啦 其實真的都非常多 啊因為我們這個是進來的時候 完全的空屋 也沒有做什麼裝潢 你看那種牆壁 完全沒有櫃子 也沒有做什麼天地 什麼都沒有 進來呢我們就是用很簡單的 這個應該是所謂的軟裝 就所有的東西都是自己擺櫃子 自己擺自己要的沙發 自己擺自己要的電視櫃等等 那我們就只秉持一個原則 人家的房子 我們盡量就是不訂不敲 所以除了像冷氣孔有去鑽以外呢 其他的電視 我們也沒有做壁掛 雖然說我們電視真的很大 這個做壁掛真的會比較好一點 櫃子呢像後面這一種啦 實際上 你在買的時候 應該他也都有那種壁掛的固定 那我們也沒有訂 這個櫃子說真的有一點危險 因為地震的時候呢 我們在門口那邊有放一個 他倒下來了 所以一定要注意 這種位置啊 能夠逼掛還是把它逼掛會比較好 但是我們就盡量秉持啦 不要去動一下房子 盡量不鑽啦 也不要敲啦 之類的 都不要去亂動 那這是我們自己的堅持 OK 那接著我們就來看一下 到底這麼多的收藏了 什麼樣的家具review之後 是很值得買的 首先要講的啊 絕對是這個沙巴了 這個沙巴是我們在IKEA IKEA裡面買的 那這個沙巴我覺得 除了他的整個這個上面 有點人造皮革這個啦 做起來可能會比較悶熱一點以外 他的好處真的是還不少 因為第一個是他可以當床嘛 他是又可以當沙巴 又可以當床的 然後他的下面有手拿空間 這一點真的實在是 占到一個不可理喻而已 當然他還有就是非常大 而且他價格真的在當時不算貴 算是很容易就可以負擔啦 就算你是要用分期的 因為我記得好像不到兩萬對不對 一萬七一萬八左右 對這個價格我是覺得 真的還蠻超值的 這裡啊其實就有收了一些 我的一些限定版的盒子啦 然後包含像amiibo啦 這個娃娃我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可能是庫巴偷渡進來的吧 因為這娃娃應該是本來他在用的 還有像這個 應該都是他在玩的娃娃 這邊的話也可以看到像熱膏 這邊有熱膏 是我後來把它拆開還沒有清的 包含一些像滑鼠墊啦 桌墊之類的啦 包包之類的啦 我就是這樣子把它稍微收起來 那收這邊呢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因為你平時是把沙發蓋起來的嘛 蓋起來的狀態呢 他是不會有光線進去 不會有光線進去呢 會減少這些透明盒子的放黃速度 因為之前我們有把它擺在外面 就是會曬到太陽光 他其實黃化速度就會比較快一點 那像這個的話我們買回來的時候 就已經頗黃了 看起來是蠻經典的款式 所以我們就把它買回來 但是有一點點泛黃的感覺啦 你看起來還是會覺得有點 停泊機不太舒服喔 那像這個你看整個保存器啊 就是整個很新 而且不會有什麼太多的灰塵在上面 之後如果說自己買房子啊 可以訂一個不同的櫃子 就是完全設計出一個 可以展示我們這些東西的櫃子 這樣子的話會好一點 後面這個壓到了 可惡啊 沒有補品的地方還會被壓到 所以我們在擺的時候是還不錯 就是稍微把它鋪平之後 所有東西都可以擺得非常棒 這個沙發其實我們已經買超多年的 應該在疫情前有個六年以上吧 這個沙發的話其實做到現在講 真的它也沒有什麼什麼塌陷的地方啦 或整個凹下去的地方 我是覺得結構上來說還算不錯 因為有時候庫巴人會在上面跳 它實際上呢是用起來 我覺得都還算OK 不過這種人造品格的 我覺得現在可能有些人是不那麼喜歡 因為第一個是如果有在拍片或拍照片啊 我覺得它看起來質感沒有說到那麼的高 不沙發的話用起來會比較透氣一點 然後拍起照來啊或者是有在攝影的啦 看起來也會比較好看 家裡面的那種質感也會比較溫暖一點 那兩邊的這個扶手啊 靠的地方其實也都算蠻穩酷的 所以這組沙發其實說實在 CP值真的是蠻高的 再來就是這種小櫃子喔 其實也是雖然我們這種一般的家庭 或者是租屋組 我覺得是蠻好用的 但是你不能擺太重的東西 因為它中間這個應該還是會 會整個就是變成一個 凹下來的感覺 第一個我還是建議 如果說你住的地方是可以訂的 或者是你也不居小節的 那我覺得還是固定在牆上會比較好一點 啊再來就是說 因為它的深度我覺得算一般 所以它擺東西沒有辦法擺到超級大 深度大約二十幾公分 所以你就是會變成一個平面的感覺 可以做一點點簡單的擺飾 這種鐵架的話我就不太建議了 因為一般住家當中啦 其實放這種鐵架 我是覺得整個會有點破壞美感 再來是像這種神奇的小椅子喔 其實蠻多地方都有賣的 然後喵喵是在特立屋買的 它的這個上面其實有做一個泡棉 做起來算舒服啦 而且因為椅面算大 家裡面啊很多其實都會把一些板凳之類的 可能吃飯的時候啊 或者是聊天 泡茶 看電視 都有可能就除了沙巴以外 可能會擺擠個小板凳 這種板凳老實講 如果說你的配色跟家裡面是可以搭的上的 我個人覺得是還蠻不錯的 它的下面打開就是一個置物空間 這個置物空間 真的是非常的實用 啊雖然說呢 它的這個整個旁邊啊是看起來 因為它是折疊的 可以收納起來變得很小 把它收在這個裡面這樣 就小小的一個這樣 但是它其實這樣子組裝起來 你把它蓋上去之後啊 只要有蓋好 做起來是很穩的 然後它裡面也可以放很多很多東西 像我有很多 之前在各地買的東西啊 就是全部都把它擺在這裡面 那我覺得它算是可以做一個小小收藏啦 跟剛才那個沙發有點異曲同工之妙的地方就是 你收完之後蓋起來 你看不到 就是一個板凳在家裡 然後再來是它的光就不會進去了 基本上你就是家裡面有一些廚師有做 然後裡面的像sova 偶爾要拿出來充電一下 這些東西有去做的話 我覺得它算是一個蠻不錯的收納空間 而且這種東西也不太貴啦 有這些收納的空間 我個人覺得會算是蠻不錯的 就是你真的會有些雜物啊什麼的 眼不見為盡 收起來看起來家裡就比較乾淨 接著是這個沙發 它真的蠻小的 當初呢會買它是想說 拍片擺在後面當一個背景這樣子 不過老實講 這種沙發使用度是真的比較低一點 可能就是比較偏擺設 或者說臨時做一下 所以這個東西我是比較沒有到那麼的推薦 這個也是IKEA的 這個東西我大推 它有分很多種的 像這個的話是1乘以3格的 我們還要買那種更大的 好像是4乘以4格的吧 這個東西的好處在哪裡呢 因為它直放橫放都可以 像有的人的用法是會把它橫放 有點像當成小電視櫃的使用 那也可以直放 變成一個這樣子擺東西 深度真的是非常夠 所以你要擺東西啊 你要擺個花啦 擺一些模型啦 什麼之類的 你知道量這個尺寸 高度OK的話 它是很好擺的 它的厚度也很夠 所以呢也是組起來 比較不會說003閃的很容易就壞掉 像中間這個 因為它是比較短一點 所以比較不容易凹下去 要更完美一點的話 可能就是自己去買那種LED的光條 不管你有RGB還是單純亮個 暖色的燈光 黃色的燈光 你把它黏一黏在裡面的話 那個開燈下去效果一定是超棒 其實我們進來這個家裡 大概住了8年9年左右 說實在是真的蠻有感情的 有朋友也問我說 要不要把這裡買下來 但是這是人家的房子 不是說我有錢我就給你買下來 當然我們也是口袋也不夠深啦 所以講這個還太多 所以我們是覺得 整個在租屋的過程當中啊 也會培養你在買房子的 可能有很多注意的點 或者是你自己care的點 像我們自己會考慮到就是說 租了好幾間房子 有一些房子它就比較深一點 所以會影響到你的手機收訊 有人會說現在不是都有網路嗎 手機有什麼差 有 有時候你要用一些驗證 收訊息的時候 會收不到 然後或者是有一些 緊急的電話打進來 客戶的電話打進來 驗證的電話打進來 你也會收不到 像我們之前有租過一間房子啊 就是當要有電話進來 或者是有時候我們用一些網路東西 要驗證有號碼 我們就要 跑到後院去 然後打開門 站在外面 然後一等就是要等個大概3分鐘5分鐘 因為你在裡面是沒有收訊的嘛 所以你跑到外面去 它的訊號還要等一下 再來就是說 像住家裡面啊 有一些人也是會care 像潮濕啦 或者像是一些 陽光進來的問題啦 包含像冬暖夏涼 它風會怎麼吹 夏天的時候 颱風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那這些 我覺得也會培養到未來買房子 你會去做一個首要考量的地方 當然還有很多很多的美感啦 不管是我下一間房子是用租的 還是下一間房子就已經是買的 這件事情呢 我們都會在頻道當中 再次去跟大家做分享 喜歡我的頻道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 也要追蹤一下我們的IG跟FB 我們就下次影片見 掰